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当是我们三个人聊天 我就不用做节目的形式了 然后刚刚小雅讲的会前面流出一段 给阿黑来自述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交流 今天会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在一起打这个电话 我出生是在孩子比较多的家庭里面 然后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感觉我还是蛮幸福的 就挺好的 然后这几年我才感觉 自己有跟别人交通 很紧张或者说 就是戴着面具的感觉 就感觉不是真正的自己 就是高中的时候 出高中的时候也挺好的 那时候跟朋友相处什么的 去很开心 在班上就有点像那种调皮刀当鬼的感觉 然后就是进班上就会 比如说早上上课的时候 我一进班上我就会开始先跟大家打招呼什么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高三不是毕业的时候吗 我感觉我就不想当那种嘻嘻哈哈的人 我想在大学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有点搞笑的感觉 然后到大学就干净班的时候我也不和同学交流 然后就和室友一起玩嘛 然后后面总觉得和班上的同学 就自己会带着就是不想和他们交流的情绪 然后后面渐渐的 但是不是跟以前的朋友或同学嘛 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了 然后联系感觉线上联系就比较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发了一句话或一个表情 但对方可能领悟到的意思好像跟我表达的就是有出路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有个朋友 我感觉我以前就是他可能比我懂得更多 然后呢我很多很多时候出现了就是一些问题 或者是在大学里面比如说跟同学之间交往出了就是比较烦恼的时候 我就会和他说嘛 然后呢他就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好像情绪没有很糟糕 然后他就有能力给我解答这些问题 但是后面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事情好像就渐渐的 他好像有一点 就是可能他的烦恼比我更多了嘛 然后呢这时候我当时还没有发现是后面才发现嘛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不愿意和别人表说的那种 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我可能会跟家里面或者朋友去说就表达 但是他好像就不太会表达那种 然后后面他可能觉得他烦恼的时候我都没有察觉到 然后也没给他一些安慰或者是当下立马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毕竟隔的也远远 然后如果你在线上聊天什么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感知不到对方的情绪嘛 然后再后来就是最近不是放暑假了嘛 我不是有和他们就重新聚会嘛 然后他就说感觉我就像戴着一个面具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就跟他说话就他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他可能觉得我不太好 然后呢再加上最近不是爸爸妈妈因为外公生病的事情 然后都在带着外公在医院看病呢 然后我就在家里看电 然后就可能觉得自己比较糟糕 然后可能也是感觉好像是自己否定自己寒 或者是说就是就怕别人的眼光觉得会怎么看待你 嗯 嗯 我然后帮我想一下就觉得嗯 然后说你帮我想一下 嗯没事那我们来聊一些家常的给你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感觉 你晚上吃了什么阿黑 我晚上吃面条来的 是自己煮的吗 对 因为最近不是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嘛 所以我就学着看看能自己煮吃的 然后发现可能还得多练一练 OK 小雅吃饭了吗 嗯 我这边都结束了 OK 因为这个电话会提前安排一下事情 OK 我我和小明本来是要在这之前吃的 但是我们买的那些东西都还没到没法做饭 所以我就是聊完了再吃 嗯 嗯 那你现在就是空杯效应了 我现在是空腹的在聊天 然后我刚就吃了点那个玉米 然后还有零食 就是确保我这一会不会聊着聊着晕掉断线 然后 哈哈哈 对放心放心 对阿黑是不是觉得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嗯对 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好像有一种随着审问的感觉 所以有点紧张 嗯 就我们是聊天啊 聊天 嗯 好 然后就 嗯 可能我前面没想到就这么讲述我自己 然后 然后 嗯 就是讲的断断续续的我感觉 嗯 或者就是 没关系 你想一想 嗯 当时你看到我发的那个 想要找到一个收口小伙伴 你 你第一个念头是啥 你为什么觉得是你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嗯 嗯 嗯 好 所以我当时想的是 就感觉 自己不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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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能用一种 怎么说呢 我怀着爱的看法去看待别人 就 就 就总是 就是 下一时 嗯 就觉得别人 会怎样看待我 或者是 我下一时就怎样去看待别人 然后我带着那种观点 我就 总觉得我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 然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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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要想很多才 才 才能说出来 嗯 嗯 对 就 没错没错 还有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跟别人发微信什么的 嗯 我如果发了一句话 我总感 我总是在想这句话 发的对不对 然后 比如说如果 我发的这个 我感觉不太对 然后就会难受 就是在想我要不要撤回 然后该发什么样的 嗯 就 可能我现在在说 我也 就不知道我现在做 就是 老是觉得自己做的对不对 然后就很 很犹豫 然后很纠结 然后 也 那 就是在我们 现在打电话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 也有一些声音 在怀疑 那他们在说什么 嗯 在说 我 我刚才的描述 嗯 有没有问题 嗯 然后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说话的声音啊 然后 还有我的表述 什么的 嗯 那 他们 就是提出来这个怀疑以后 然后你是有什么答案 给他们 对回去 嗯 好像没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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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 就会停下来 我就不知道 怎么 怎么开口这样了 哦 不知道 就怎么继续 就是 就觉得他们说了 都对 大门一下子 OK 嗯 明白 嗯 阿黑 如果是 我们没有及时接过来画的话 你会感觉怎么样 呃 如果是你不知道说什么了 刚刚 维多没有出来就唱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或者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嗯 有点想逃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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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尴尬时光 你觉得代表什么 嗯 嗯 嗯 否定自己吗 嗯 嗯 是你自己的 这个不是问答句 嗯 没有对错 嗯 你不需要问 是不是正确的 嗯 我内心里边的想法 否定自己是正确的吗 你只需要 告诉我们 嗯 你当时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 就好 嗯 嗯 嗯 就是 前面 前面尴尬的 就是 对 嗯 好 嗯 有 有一 有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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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怎么继续下去了 但是我也想继续讲下去 嗯 然后 嗯 嗯 但是我下一时就会觉得我讲的不够好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会停下来或者是说让别人来帮助我 嗯 嗯 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能主动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不能主动完就是睡觉做就是 嗯 嗯 嗯 很尴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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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要不让我把摄像头打开 你看到我是不是就会觉得好一点 嗯 我在这儿 嗯 哎唯多 对 这样就不会那么尴尬猜测我们的表情可能 嗯 嗯 所以我没有猜测你们的表情 但就是我感觉自己可能讲的不够好 然后就开始有点讲不下去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就每次做事情虽然好像没有否定自己 但好像又一直在否定自己 就一直在纠结我现在讲的到底是不是对的 还是不是错的 然后比如说我看到比如说去看一本书学到一个新知识 嗯 然后我也会再想一个作者的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我整个人陷入这种就一直在纠结对错的 嗯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坚持的东西到底是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 哦 就比如说和别人一起 我 比如说我带着下意识我觉得他们 什么是坏的或者他们是好的 这种 嗯 就感觉有很多很多想法在我脑子里面 然后就 然后 每一个想法他 他就是有一个想法他说是对的 然后有一个想法他说是错的 然后他们两个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撞来撞去 然后 我就会 我就会整个人就有点心累了 然后呢我就 嗯 我就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不想和这个人一起往 或者相处 嗯 嗯 OK 然后 还有就是 我感觉 就 我的家庭并不是特别富有 就是一般 家庭吧 就是 风向 我也 然后 不是上了大学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它是私立学校 嗯 然后呢 在那里面 我感觉有特别多 特别有钱的同学 嗯 然后我总感觉自己老师 下意识就嫉妒他们 然后也不知道怎样和他们相处 然后 我 我感觉他们人应该是好的 但我又 感觉他们是坏的 嗯 然后 嗯 嗯 然后就是 就是 就 所以我就在和同学 还有后面的朋友 就相处的过程中 总感觉自己 说法 还有行为 就是 就 没有很放得开 嗯 我感觉 有一定的伪装 然后 然后 但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不是伪装 OK 我有的时候感觉我自己好像就是 就是 就是那么 就是那样的 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样的 嗯 OK 然后 然后 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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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自己好像很怕丢脸 但我平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很怕丢脸 可能情绪到的时候就 就整个人会像一种 就是 就想 就想待在家里 然后待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不想和 和其他的 交流 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 就是 就是他们 我感觉他们老是想 拿你和别人 比较 嗯 然后 虽然回到家里 可以不用跟同学朋友他们交流什么的 但是感觉回家又有一定的压力 就是 又会开始 让自己觉得 我在大学有没有好好学习 然后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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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 就是没有学到 比如说 哪个程度 都 嗯 然后 就会觉得 自己好像是不是又做错了 什么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又感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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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就是 和 和交往不够真诚呢 才 我 嗯 嗯 你会怀疑是你不够真诚吗 你刚说 嗯 OK 就 嗯 就 嗯 说话 说话什么的 嗯 什么感觉 就是 伪装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我心里好像也没那么强 可是下意识的我好像就做出了那样的反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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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感觉自己很容易被感冒 然后 就 就 要说 比如说我今天看了哪个 哪个博主或者是作者的观点 嗯 我就会觉得他这个好像是 但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学到了另一个作者 或者是 身边的人也有吧 老师啊 同学朋友 就是他们无意间表露出来的 然后 我 老师是摇摆不定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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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是 嗯 嗯 嗯 我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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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个摄像头打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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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怎么去看我 你怎么去猜想我们的评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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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네 嗯 特别 可能比如说,如果以前以往的,我可能会等这个风话结束了,我可能会去回想你们的话, 这时候我可能才会去想你们有没有猜想我什么,但是我当下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 就我只是在,更多可能是在想我自己,接下来要这么讲,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可能等后我可能就会回想我们的对话。 这个呢,你也可以后续的时候发在维度视频的评论区来想一下你对我们的猜想是什么, 中间我补夺到一个信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觉得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你好像很在意事情的对错, 就在生活里啊,交朋友啊,学习啊,家庭啊,都可以,就你给我举个例子,说你认为这样的事情就是绝对的对的, 那样的事情就是绝对的错的,有吗?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但是感觉生活中是有大部分的,譬如说大部分人都得好好学习,然后好好工作, 然后就是,好像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好像就变了一个坏了,但是呢,我自己又觉得就算他不那么做,他也不是一个,就是我不好的人, 但是就是感觉我脑子里面有一套就是自己也觉得不是那样,就是当是能遇有一套就比如说社会大众认为的那样, 然后就是两种想法就会再生斗了吧,然后比如说我批,就是比如说我否认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这样里面去学习, 然后我就觉得这很不好,但是我内心会觉得不是所有的都一定要那样做,就是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很好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得朝着好的去嘛,就是这样。 嗯,那最后哪一个,那最后哪一个,那最后这个观点是对了还是错了,嗯,就是就是你有两个评判标准。 嗯,然后我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可能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就是,嗯, 嗯,嗯,哪 connection 那可能就后我还我更多还是倾向于社会的标注 就是会觉得如果你不去学习,嗯 对,就是没有好好生活的话,好像就是对,就有怎样我做的,就是可能更倾向于这个,嗯 社会大众说是对的 你觉得就应该是对的 嗯 我知道 所以应该是吧 你看新闻吗 有看吧 但也不经常看 我感觉我看的东西比较 就是啥都看 因为我听你说你也经常会看一些博主 有的博主说一个观点 过一段时间也有人推翻这个观点 你也就处于一个摇摆不定 甚至当时你看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辩证思维 觉得这个作者说的话是不是对的 或者是这个博主说的话是不是对的 你也会有一种辩证思维在 嗯 是吗 嗯 嗯 最近有一个新闻蛮火的 就是那个 林生斌 就三年之前 大家都觉得他是受害者 这是普罗大众认为的 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 那这个观点是对的 那这个观点是对的 就大众都是如此认为 但是几个月之前全部翻盘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错的 嗯 那你在这件事上 你感觉对社会大众评判的标准有差异吗 是对那些发出看法的人是吗 嗯 对社会评判 或者是随着一个信息的解读在不断的翻转 嗯 嗯 就 嗯 嗯 可能他们之前 收 收到的信息 就是 或是了解到的信息 根据信息来评判的吗 嗯 对 根据信息来评判的 那社会大众根据信息深浅 或者是根据信息暴露出来的广度深度 都会动摇他的观点 你也是社会大众其中的一个人 你对于信息的解读会不会也会出现 当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天天炮图书馆是不好的 后来发现 诶 不泡图书馆去实习也是蛮好的 这个是跟信息的暴露程度有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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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就是 我能接受 就是不同的 嗯 不同的 观点 或者说看法 但是 就是我自己好像会就是 但是自己会更倾向于就是比较保守 或者是什么社会上的就是普遍的吧 就比如说如果对于就是刚才说凌生病那件事对吧 就我对大众的就是看法我是 我都可以接受他们有这些看法 但我自己可能就是就更偏 但是在这种事情上面 我感觉我获取到的信息没有很多 我就不会下就是一个 刚开始就会到这种就是去评价或者什么的 我就不会发表我的看法 就在心里面也是 因为我信号好像不太好 能听得到吗 我ok 现在好 刚刚刚刚刚刚你那边的信号好像有点断掉了 嗯 刚刚阿黑那边的信号是不是断掉了 嗯 那你现在能听得到吗 嗯 现在是可以的 可以 现在是可以的 嗯 就是 嗯 我如果没有获取就是 比如说社会一些事件 我没有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不会去 关注或者 过度的去 就是 看 我们的相关评论啊什么的 因为我感觉 我们毕竟不是第一 第一线的就是那些知情人员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过程 就是到听途说嘛 然后就是我对于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事情 因为我感觉 我是第一体验了 然后 我就会 是 给自己下光点 就是 下评论 比如说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我跟 我跟班上的同学啦 或者周围的朋友 或者邻居他们相处 就 比如说我这样说话 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可能当相不会 但是我后面 我就会反反复复的想 然后想完以后 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错 然后 我下一次就 就跟别人说话 我就很犹豫 因为我在 我就会觉得我开口 可能 每一句话 都是 有可能是不对的 但我知道 应该不是不对的 但是 我的内心就是 会觉得 就是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就不想开口 我说话 就是跟别人去交流 嗯 然后我在班上延伸 比如说早上上课 我第一节课去了嘛 我就 我就坐在最后一排 然后呢 如果同学没问我什么 我 或者 我也就没有跟大家说话什么的 然后 如果老师没有提问 我也不会 主动 举手回答问题 或什么 但是 听肯定是有听的 只是说 不会 不会想主动 去发起 就是 聊天 或者什么 因为很感觉 可能自己 可能做的是错的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 我内心又会觉得 不是这样的 其实没有很多人 没有很多人 没有很多人 会在 会在意你 或者是会 观察你 那么多小细节 其实 更多的时候 是自己看自己 但是 就是 嗯 然后 你说的很好呀 嗯 心情好的时候 就 可能 就会 就 就是 就觉得世界都很好 嗯 然后 作为的同学 朋友什么也很好 但是 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种感觉 就会 就是感觉像家具 就是本身 你掉到一个坑里面 然后 你又觉得很 嗯 嗯 就是 无力 然后你 就一直 不能在里面 你就更不想出来了 你就 嗯 就是 我就是一直 大灯了 都不想和你都说话了 嗯 就像掉到了一个 情绪黑洞里边 嗯 被宇宙的暗物质给吸引了 嗯 嗯 嗯 然后也是 就 还有就是我刚开始 可能就 比如说 也不说 就是 若想了或者是不大数得了嘛 嗯 我说话就 就是 确实蛮紧张的 就是 也不知道什么 然后感觉 云无伦次 就 乱七八糟的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然后 就是 如果是熟了的话就还好 就是 聊开的话就 就 不会那么 尴尬 嗯 我感觉我前面可能就是很紧张 嗯 那你现在呢 现在呢 少 好一些 现在感觉放松了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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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自己讲出来的话就感觉有可能有点 嗯 卡卡的 就是不知道 你能去说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说出来批判自己的话之后 有感觉哎 这个是正确的 那个是错误的吗 嗯 嗯 要看事情呢 就 我 我会想他 如果 感觉自己是真做错了 那我可能我就会 嗯 去改 改掉他呢 但是就觉得好像没那么错的时候 我就很纠结 嗯 就 之前 可能有 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朋友不是说我不够真诚吗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确实的就我没有 没有就是说话或者做事情的时候没那么放得开 那我后面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这种存在 我就会 就慢慢的去改他 但是 嗯 在其他的有些事情上 我可能觉得自己也做的不是错的 那我可能就 就 不会去改 但是我下一次可能遇到类似的事情 我可能又 又 又会去想 然后 嗯 嗯 就有点像 平时 我不提其他 或者是不遇上这件事情 或者是 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就好 但是我一遇上了 我就会反反复复的 就 那可能久了 后面 就 嗯 越来 就是感觉自己 以前 好像没那么 不会和别人交流 或者是说 不会那么的 就戴着面具和别人说话的感觉 但后面感觉就越来越 有点的东西 像 嗯 嗯 这个朋友就是你说 你对朋友付出了80% 但是他好像没有回报 你就不想再继续了 是这个吗 嗯 不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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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说的付出的那个是大学的朋友 就是室友 嗯 嗯 然后 嗯 前面说的那个 就是 就是 平常我 我找他 就是 就 我有的时候 会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他会给我解答 解答的吗 因为我们是高中认识的 嗯 然后 以前高中的说 就觉得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很久 也不会闹到什么 矛盾啊 然后 大家 就是想做的事情 还有想上个大学啊 什么的都是 很像的 嗯 然后 就会觉得一直 很好 但是 后面大学不是 不在同一个学校呢 然后 也不在一个省 可能隔的比较远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 然后 这件事情上 我就会在想 就 我跟他 关系 变强 是 我的 错呢 还是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就会开始想 会感觉好像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 我觉得 好像也没那么多 就是 不是自己的问题吧 嗯 然后就 有 有去高通过吗 有 有 就我们两个都 互相 想 哎 但是 嗯 嗯 觉得 就和以前好像不太 一样了 然后 因为 他和另一个朋友 我们三个是一起的嘛 就 我以前觉得我们三个是最好的嘛 然后 后面 和他们的关系 渐渐的 就点闹 闹僵了以后 我就会对朋友产生怀疑 我就觉得 就 就算以前觉得很好的关系 就是到了 未来或者以后 也不一定那么好 然后就会 对别人产生怀疑 就是 然后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就可能 觉得 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是 真心对他的 那他会不会真心对我 嗯 或者是说我 可能也没 那么真心对别人 别人 然后 所以就到这 我上了大学 大一的时候就还好 然后大了大三 现在是大三 就开始 就觉得 不知道怎样 和别人去交流 和朋友 和同学吧 然后 而且到了大三 然后那时候 不是 就身边的同学 他们 就是也有自己的 小伙伴嘛 然后 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再去 就比如说 和他们 跟他们 就很亲切的去交流 什么的 就 感觉 有点尴尬了 嗯 就 就比如说 和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比如说 同学什么的 就只会聊那种 很表面的事情 就 比如说今天吃什么 然后 最近老师 就是讲什么啦 然后比如说 晚上 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什么的 嗯 就 就 不会有 那么多 剥夺其他 就可能比如说 对方 或者是我的兴趣爱好 也不怎么会聊 就 就 只会聊 比较表面的东西 然后 就感觉 然后再 再说 我自己 好像我自己也不能很真心的 对待他们 就是 比如说 看到他们发朋友圈 什么的 就 比如说给他们点赞 或者是评论 就感觉自己发的话 好像很虚伪的感觉 就是 可能是在否定自己 然后 就是这样 嗯 那别人给你点赞和评论的时候 你也会同样觉得他们虚伪吗 会 就是 也会 嗯 所以我就 我就把朋友圈 就 给锁了 就是也不发东西 然后也不看他们朋友圈 就都不看 就是 嗯 嗯 就比如 比如说 比如说 同学 比如说今天穿了好看的衣服 画了当自拍什么 然后同学有点赞或者评论说好看什么 那我总感觉 可能 可能 不是在说好看 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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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自己也是这样想 就是想别人 就 觉得自己下一声 想到的就是坏的 这事情 或者是 就我可能 就 这一些 就比如说 大家应该 就是 就是 所以 怎么说呢 就平常聊天 或者是说 嗯 可能 就是 不经意的 比如说 他要去做事情什么 但是 我 我 自己 就是 不会下一声 去分析 就想很多 就是 这些事情 然后呢 不管之后 想到的是 好的 还不好的 就觉得很浪费 就 不是浪费 就是 很耗精力 然后 就会感觉每一天就很累 就是一直在很多一些事情上 小事情上 就不停的去想 嗯 那你跟自己相处呢 如果是跟他人交往 很耗精力 很消耗 很内耗 你有很平和的跟自己相处吗 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充实 很有计划 很有安排 或者是自己过得很 平和 平静 补处的时候呢 补处的时候 如果有事情做 或者是自己 比如说自己在学习 或者是 看书什么的时候 嗯 就觉得蛮充实的 但是如果停下来没有事情做的话 就又会 又会开始 想很多 想很多就是想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就可能想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 比如说 可能是昨天或者 前面一会儿 或者是前几天发生的某一些事情 嗯 嗯 然后 就是 反反复复复的 就是它 不是一直 但是 它 然后 直到下一次 然后又想起了 比如说某一件事情 我又想很多 我可能又会 就是 就 又 我会陷入这种 情绪里面 然后 很反复复的 然后感觉 以前 刚开始的时候就还好 就可能 想一会儿 就觉得没啥 就自己做事情去了 或者就 就 跟室友啊 同学啊 去 去哪 逛一逛玩一玩 然后后面 好像就后面 一次 比一次想的时间 好像 就 经历的事情 比较长 就以前 可能你想一会儿 到后面一个晚上 然后 到后面以前 然后到最近的 就可能我几天 都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就 我觉得 你把经历 都放在这上面 那你肯定 自己的生活 就 就 就有点 忘记好不好 嗯 嗯 然后 然后你 然后我 如果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那我肯定就 跟身边的人 就相处的时候 肯定就 不会那么的 直接 就是 因为我一直 就是 有一种忧心 什么的感觉 就是 不是一个 正常的自己 怎么说 就是 带着 就可能带着一个东西 然后 我要一直 一直 关 关注他 然后我要把我的经历 分给他 嗯 嗯 就 就 不能 然后 别人 就是感觉 去跟他 交流 然后 就很想 改掉这种情绪 就是 就是 觉得自己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 也不要 去 去探断他到底 对不对 反正 做就是了嘛 嗯 然后 然后我就 我自己想 就比如说 我现在就会 再想 然后我就会 一边说服自己 应该正常 就是 好好地去生活 就是说 都没什么事情 但我一 另一边 我就会一直在反复地想他 到底 是 有什么问题 然后 就 就是这样 这种状态下你有想过怎么样帮助自己吗 怎么样自救吗 就像是陷入了情绪的沼泽一样 你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脚陷下去了 你还能抬抬脚抽离 去做别的事情 后来慢慢 小腿都陷下去了 你可能就很辛苦的才能抽离 现在 可能 到了上半只 到了胸那边 你都陷下去了 你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拔出来了 你有想过 或者是尝试过哪些方法吗 当你陷入情绪黑洞 情绪沼泽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时候会和朋友或者爸爸妈妈说 就是会和他们讲 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烦性的事情 或者就问他们我这件事情就是做的 就有没有哪里不对 然后 嗯 后面 我就 然后如果他们 当我忘了以前发生的 就可能具体的那些小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也会否定 就是觉得我好像确实做错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想和他们 交流 然后也不想和朋友说 那我可能就会自己去看一些 就比如说 就是 看一下就能让你 比较开心的一些视频啊 什么的嘛 就比如说刷鼻蛋 嗯 嗯 嗯 然后 有的时候也会想着 就比如说做瑜伽 或者去上下行走一走 也有 也有比如说吃 买个小蛋糕 或者奶茶 什么的 嗯 嗯 嗯 这都尽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嗯 嗯 这种方式 然后 本质上是蛮好的 嗯 嗯 嗯 就 当下确实就不会再去想那件事情 就是 就会继续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可能你后面你又遇到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又会 就想起来 就这个 啊 我的感觉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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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插一小句啊 就是因为我感觉这个信息还蛮关键的 所以我想现在就问 嗯 你想说的 可以在我问完之后再继续哈 嗯 你首先对一件事情有质疑 就有两种观点的时候 一种观点你觉得自己好像是哪里做错了 一种观点是觉得我也不知道哪里做错 所以会选择跟爸妈或者朋友去讲 问问他们换个角度 换个想法 问问他们的意见 但是当他们提出来 你好像确实哪一些地方 确实做的不太对 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又马上选择 不想交流了 你也没有去想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 或者是他们的观点是针对你 还是针对事情 你就马上转移注意力了 是这样吗 嗯 不是 嗯 就如果他们给出的观点 就是 就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给出的观点 比如说我 我会去思考 然后我觉得好像 比如说是我自己做错 然后我就会改 嗯 然后如果他们觉得我好像没什么错 然后 那就也没什么了 然后如果 但是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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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后面 我就是 他们好像就下意识的 觉得我是那样的人 就是 嗯 嗯 嗯 这好像就是一件事 就是 嗯 就比如说 如果今天 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 然后他们就就会觉得 嗯 你就是没有花时间在学习上面 然后你就老是胡思乱想 然后他们就 就会觉得 嗯 就是他们也没有具体的寻 因为我就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下意识的就 否定 嗯 就可能 就是自己的错 或者是自己 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的 然后这时候我就才不会想和他们说 然后 没有 那件事是因为他 他下意识 他就 我不知道 他可能根据我的 平时 和他聊的 或者 做的一些事情 他可能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不真诚的了 然后呢 我做的一些事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可能下意识就会觉得 我好像 就是 这样 我感觉我自己有在 改变 但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去 我也不知道我改变了 就是 做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然后就是 也不知道怎样去 就是改变 就是我现在的行为 或者是 就是应该怎样 嗯 他说 嗯 他说我 我和我们 朋友之间 病啊 就真诚相伴啊 我觉得对啊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 才算是真诚 怎样又不算是 王后 嗯 有问过他吗 嗯 嗯 有讨论过 有跟朋友讨论过 怎么样的行为 才算真诚 怎么样的行为 就不算呢 嗯 没有 嗯 嗯 嗯 那 有问过爸妈 为什么下意识的就否定你的感觉 为什么不问一问你遇到什么事 有问一下父母吗 嗯 嗯 也没有 嗯 那你有问过朋友同学之间给你什么评价吗 之间给就是你的同班同学 嗯 嗯 嗯 也没有 嗯 有问过 嗯 嗯 有问过 但 嗯 能听得到吗 刚刚断了 你刚刚说到 有问过 刚刚断了 嗯 有问过 但什么 就没有听到了 啊 我说 就 可能 就是 相处的 比较好的 同学 可能有问过 就是他们对我的看法 然后 但是我 我就 不能确定他们说的 什么是怎么 就是 就是他们心里想的 嗯 嗯 就是 就是 一些 几个 就是可能 平常有 交流的同学 嗯 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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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过 特别宽泛的话题啊 就是 你现在是大三了 应该是 二十二岁 二十二二十一二岁是吧 嗯 有想过自己 有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嗯 有 就 就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学美术的嘛 嗯 然后 嗯 我其实是想 考那种 就是 考那种 那种服装设计的嘛 当后面 一位家里的事情 我就 没 没继续学下去了 其实 刚开始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成绩 还有画画也还行 当 后面好像 那个时候 没学画画 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 好像一下子 人生被打乱了 就是本身 我就想好了 我应该考什么大学 然后 就 因为艺术上不是分两部分考试嘛 一个是艺考 还有一个是高考 我都 就是大概规划好自己的分数 就是 应该在文化科上要 学到多少 或者是考 考到多少 嗯 但是 后面不是美学 那我就变成了正常的高考生嘛 就是 然后就感觉 可能自己的计划一下被打乱 是高二的时候没选的 因为 可是 当然实际上我是 我 可能高一的时候 理科更好一点嘛 但是因为 学美术 我就选了文科 虽然 文 文理我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 感觉 可能自己理科更好一点 然后 理科 嗯 然后 后面 后面 因为考 就是美学美术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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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那段时间 实际上是有 蛮悲伤的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就不能 不能 学画画 不能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嗯 但是后面我又想了 我就 想了那 我就考一个师范学校 因为 我对大老师也是蛮感兴趣的 因为 平时 在学校的时候也是有给 同学解答问题啦 什么的 因为高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 整个人还是蛮 就是 外向的就是 就比如说和同学交流什么的 然后 后面 后面我就 到志愿的时候我好像报错了 然后我就没有 没有去到师范的学校 去了一个外国语的学校 然后我现在学的是外语 嗯 然后 但实际上我外语并不上场 因为 我高中 就是 文理 其实就是那些 那些科目都还不错 但我唯一可差的科目 就是英语 然后 我报志愿说舔的是调剂 然后他就 他就帮我 分配到了一个外语学院 然后学的就是 小语种嘛 但 感觉自己就在做不上场的事情 然后就会 开始 就觉得自己 好像 但是 嗯 然后 现在 现在 评所的课程呢 也是 怎么说呢 蛮困难的在学习 就是 不太想学 但是 又得学的那种 嗯 嗯 嗯 然后 因为 我后面不是想担 一名地理老师嘛 然后我现在就打算 下个学期 要去报考 那个 教师资格针的考试 就是 接下来 今年的 学月份 嗯 然后 就一开始 我本来想 学的是历史 专业 还有地理专业的 就是 但是我 我后面 可能分处不够 然后就 去了外语学院 然后 然后 但是 就是 觉得可能 这可能也是原因吧 就是 大学的时候 在做自己不上场的事情 然后 又去 一直 就从小的想法 就觉得自己可能外语学不好 然后又一直 给自己 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好 你不能做好 然后我就 学的 嗯 很困难的感觉 然后 然后 所以我 然后 你刚才问我 我以后想做什么样的 就 我有想过 就以后自己 当一个 当一个 老师 然后 就是能帮助更多学生 学好他们 就可能 就是 但我也 但我 其实 更想的是 赚很多钱 然后去 做服装 嗯 就是自己画稿 然后自己做衣服 可能 这个是更喜欢的吧 嗯 这个是职业了 嗯 这个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可能我 我问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 你 你回答的是很具象的 就你想做服装设计师 或者你想做老师 那这是你未来的一个职业 也 也算是 想要成为人的一种标签 嗯 嗯 但是我更想了解的是 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哦 你想用怎么样的描述来描述 一年两年之后的自己 或者是这通电话解说后的自己 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是用职业代替的 一个老师可以是 活泼的 受人尊敬的 有自己主见的 不合群的 特立独行的 嗯 这都是老师的样子 嗯 但是他并不代表 呃 你只能成为这 你只能成为一个样子的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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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成为那种就是 可以 就是 就是 大方很多交流交谈的 然后 就 每天 开心健康的 就是 嗯 嗯 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嗯 嗯 大方跟人交流和每天都很开心 身 身边就是你最近的身边 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想没有 嗯 嗯 嗯 应该 嗯 应该是没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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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嗯 其实你还蛮想成为你身边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就大家可能都做不到呃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很自如的去沟通 可能身边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呃 嗯 至少是你的社交圈里边的这一个 嗯 大家可能都会有低落的时候 心情好 心情不好 心情兴奋 心情低落 但是你希望自己每一天都保持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是这样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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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吧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嗯 都比较 嗯 自己想想 就 不会有种疯疯 噩噩的感觉 嗯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嗯 就是你身边的人做不到 他肯定是交不交不给你的 是不是 嗯 如果你身边做不到 每天都开心 呃 很大方 很侃侃而谈 所以他们是给不了你建议 也交不会你成为这样的人的 嗯 能够这样理解吗 嗯 嗯 那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他要做哪些事情 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做哪些行为 嗯 比如说你想侃侃而谈 跟很多人都去交流 你肯定得 不说学富古车吧 至少是看了很多书 有很多自己的观点 才能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和交流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想成为一个 侃侃而谈 健谈大方的人 和一个快乐的人 你有想过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让你会成为那样的人吗 嗯 嗯 好 我现在 可能想过但是没有去做 嗯 嗯 你想过哪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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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就是会看一些书籍,然后也会去看一些相关的视频,然后就像现在我会看维多的频道,从中去学到学一些。 看了这些书,看了这些视频,会分享出去吗? 会通过交流,沟通,用谈话的方式分享出去吗? 以前有,现在看的我就没有和别人交流过。 最近,最近回家以后,就是自己看的那些书籍啊什么的,也没有和身边的朋友。 不交流的原因是害怕他们给出负面的评价。 就觉得你看这些东西,不好玩,不有趣,没有用,没价值,还是觉得没有交流的欲望了? 可能是前走吧,就是怕他们觉得,可能他们觉得我看的,不是他们想了解的,或者是。 那你知道他们想了解什么吗? 听到一部分吧。 那你会选择知道他们想听什么看什么,就去补课吗? 然后补完课再去跟他们交流,你会做这样的事吗? 有的时候会,然后有的时候不会,就看,比如说刚好我对那个她说的,或者是她最近有在了解的东西也感兴趣。 我可能也会连进去或者是去了解。 但是如果没有很感兴趣的话,我好像也就不会去了解。 那就是说朋友展示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她最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才会去匹配我对这个感兴趣,有些我也不感兴趣。 朋友如果不说你是不知道她最近在看什么想什么的,或者是对什么感兴趣。 是这样吗? 那换个角度,如果你不说,你不告诉别人你在看什么,他们是无从评价对这个事情是否感兴趣的? 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对。 如果你对朋友感兴趣的东西好像没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朋友最近在看一部古装剧, 但是你不喜欢古装,你喜欢美剧。 你会觉得因为你对她看的东西不感兴趣,她就不跟你交朋友了吗? 或者她就不看她自己的古装剧了吗?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朋友在看一个古装剧,她分享出来了,但是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她会因为你不感兴趣就不再看了吗? 不会啊。 那你呢? 如果你喜欢看一些书,一些视频,分享出去的初衷,是想让别人跟你一样喜欢,还是说你只是分享表达而已。 你不需要强迫她跟你一起喜欢,也不需要她表现出跟你一起很感兴趣。 你只需要表达出自己的喜欢就好了。 你会这样吗? 会的。 那如果你会的。 嗯。 嗯。 如果我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会分享她们一看。 然后,如果她们能回应,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什么兴趣,我也就还好,就不会太在意。 但是如果我分享了很多,然后她们都不怎么去了解, 那我就会想着,那我下次就不分享好了。 反正,你,就是你们也不想看,对吧? 那我就不分享了。 嗯。 就是这样。 嗯。 就如果是一两次还好,如果,如果是在小区里面或者什么发的,就都没能回应的话,我可能就会想着,那我就不分享。 嗯。 那别人发的东西,你每次也回应吗? 嗯。 如果我要看到的话,我一般就会回应,如果我只是,比如说当下有事情要做,然后我吵吵看了一眼,我可能就没来得及回应或者什么。 嗯。 那会不会大家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会有吗? 嗯。 应该是会有的。 嗯。 嗯。 还有哪种情况是你不会去回应别人的? 除了有事情,来不及看。 对。 啊。 啊。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我如果在想自己的事情,或者,就是专注,就是,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去看一些消息。 然后。 然后。 嗯。 还有就是,可能,是的。 我就不想和他们聊天,或者,的时候我可能就,可能我看了,但是我也不回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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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嗯。 还有的,好像就没有了。 就。 嗯。 就比如说。 嗯。 我不想。 就我最近可能,跟他闹别扭了什么的。 然后。 嗯。 方面,他。 就我会。 方面,他发的东西,我可能会故意的不去。 你去回复。 我在什么吧。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在门的时候,我怎么样,有事情,然后我看到了。 或者是我没看到,然后消息被跳过了,那我可能就没去回应他。 嗯。 但是如果。 平常的时候我看到了,那我就会去回应。 或者是。 嗯。 他发的内容可能太。 或者是。 嗯。 完全没有。 没有。 就是。 碰到我的点,或者想到,我可能也没回吧。 就是。 嗯。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数。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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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再去回看一下,你自己不发的时候,你只有一个猜测。 你对别人只有一个猜测。 但是当你不回复别人的时候,你有1234566种猜测。 嗯。 别人不回应你,可能只是因为他会给你负面的评价。 但是你不回应别人的时候,有可能是没看到,信息跳过了。 有可能是在忙。 嗯。 有可能专注自己的事情。 有可能是暂时不想聊天。 有可能是跟他闹别扭了。 嗯。 也有可能是发的信息太长。 嗯。 你不回复别人都会有这么多理由。 嗯。 但是别人不回复你,就只有一个,对你不感兴趣。 嗯。 会觉得,会自己的,会不会自己对别人的想法也是比较单一的呢? 除了会有负面的评价,还有可能是客观原因。 嗯。 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 就是,就可能觉得,就是自己下意识就,会觉得可能对方是不是这么想的。 就也是我想改掉的一点,就是,下意识就觉得别人可能不怀好意或者什么的。 当然实际上,我可能对方不是那么想的。 但是我心里就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第一时间就会有这种想法在。 所以就想改掉这种想法。 嗯。 不用改掉,兼容即可。 嗯。 你一下子从南走到北,怎么着也要在路上吗? 那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完全的好人变成一个完全的坏人, 从一个完全对的立场到一个完全错的立场, 我们走在路上就可以了。 嗯,原本会觉得,别人只是负面评价自己, 那就只有一个想法,就一个负面认知。 那未来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至少公平起见吧。 你对待别人都有六种可能。 嗯。 那你下一次会不会再想一下,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也有三种可能。 这三种可能你全都跳出自己的想法。 就是训练,或者是说刻意的练习,每一次自己被限制住的时候。 因为现在让你马上学会,呃,用很善意的,或者是用很积极乐观的方式, 去对待所有人的想法跟看法,你可能做不到。 但是如果现在让你遇到一件事情之后,可以多想两种。 嗯,可能一下子做不到六种的话,我们就想三种。 最坏的可能是怎么样? 客观事实可能是什么? 那最好的可能是什么? 你可以多训练自己,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负面认知,他占80%。 那客观存在,或者是积极的,各占10%。 那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训练嘛。 那在里边一下子跳出的三种认知就是, 呃,ADC肯定有三种可能性。 他没接我电话,啊,他不想接,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啊,他在忙,或者是手机静音了,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就是,啊,他可能手机落宿舍了,或者是,啊,他手机是不是被偷了。 嗯。 你尝试着让自己多两种认知,去评判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嗯,其实听完之后,我感觉,呃,至少在我的角度里边, 你不是,就是你还没有到病症的角度。 嗯,撑死了是一个青春的烦恼。 现在呢,就是青春成长的烦恼而已。 你现在的这种成长的状态,应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预见的。 除非那些对自己特别有规划性认知的人, 才会一板一眼的觉得自己,呃,要干嘛。 一天的安排,一二三四,交什么样的朋友,如何去交。 只有,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的人才会那样做。 那其他人呢,都是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 这个探索的过程,嗯,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 嗯。 探索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探索自己要交什么样的朋友, 探索怎么跟朋友交朋友,都是探索的过程。 你现在遇到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以前嘻嘻哈哈,你上了大学之后,不想成为嘻嘻哈哈, 只调皮捣蛋的那种人了。 这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规划和设定。 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你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一条路上去走了。 你也确实执行了没有成为嘻嘻哈哈的人。 由此可见,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付出什么样的行为。 这是你已经在做的。 那探索自己,现在这个阶段, 你可能又是一个新的阶段。 你从高中的时候嘻嘻哈哈,大学的时候我要沉稳一点。 你确实沉稳了。 那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社交更活络一些。 这个也是你想成为的那个方向。 你现在是在寻求方法。 寻求方法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对错。 你刚刚也说了, 你身边没有绝对的大大方方, 无时无刻不大大方方见谈的。 无时无刻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你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所以呢, 我们也是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 你不被要求自己一通电话之后, 明天你就变成了一个自信洋溢, 侃侃而谈, 快心快乐的一个很超人的一个女孩。 你不需要, 你需要的是你想成为那样的人。 那你就去给自己去设定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我看完书, 我想成为一个善于交流的人。 我是不是看完书可以去交流一些想法? 我想要让自己开心, 那做哪些事情会让自己开心? 尝试着按自己所想的那种方向一步走下去。 可能对你现在这个阶段, 探索的这个阶段来说是更适合的。 你不需要别人跟你一下子下一个什么框架, 跟你列出十条建议, 你就照着我这个清单去做吧。 你完全不需要。 其实我看你的头像呢, 我当时就猜, 可能是个小同行。 可能因为有这种卡通的, 尤其是色彩这么艳丽的, 视觉冲击感, 就是蓝背景跟这种黄色相间的。 其实这种视觉冲击力的人, 心里边一种情感是很细腻的。 相对来说它是会很有创造力的。 这个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表达, 头像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表达, 语言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表达。 既然表达完了, 表达的是自己想做的事, 想说的话, 现在也有自己想成为的人。 那自己去探索就好。 探索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标准答案。 你自己说了算。 对。 是的, 我是这样认为, 至少当时,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组合。 真正的受恐呢, 我不去贩卖焦虑。 真正的受恐跟你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 至少是跟你在表述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尝试着让你坚持十几分钟自我表达, 自我表述的时间。 就是完全让你去表达。 你中间虽然有沉默, 有思考, 但是你还是坚持下来了。 你还是坚持着去表达自己了。 所以呢, 你是有一个自我适应, 自我调节啊, 和自我表述的能力的。 你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在尝试着引导着自己, 往自己觉得放松的状态去走。 因为我明显的感觉你在后边的时候, 哦, 说一些连接词的频率会少一些。 而且你的语言呢, 更连贯和说的事件, 就相对来说整体一点。 因为你也在引导自己。 这个是可以从我们后期的录音里边, 所能感受到的, 能看到的。 你在慢慢的适应这种状态。 那既然你有这种适应能力。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28分钟的时候, 应该是28, 应该是28分钟的时候, 你有主动的抛梗, 主动的抛哈提, 抛给韦多登我。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评价我的。 所以你对一段谈话, 你也是有主导性的。 你在自己的这段时间里边, 你在做主。 你感受到了吗? 那个可能是你无意识的状态。 但是你自己在为自己做主。 那段时间我要怎么用? 我可以给到别人。 我可以问出问题。 这个是我可以的。 你的自主性已经表现出来, 虽然很短, 但是你的自主性已经表现出来了。 这种自主性表达, 你也可以应用在生活里边。 如果是跟朋友之间没有聊透, 觉得你不真诚, 有话没说完, 你的这种自主性也可以帮助你。 那没说透, 大家就去说透嘛。 大家就深聊。 大不了就是绝交嘛。 就是反正现在你, 他觉得你不真诚, 你觉得他对你有意见, 你们的情感也是岌岌可危。 那就索性把主动权拉在自己手里边。 那我们就把它聊透了。 你说我不真诚, 那我就哪种行为不真诚, 哪种行为真诚, 我们就试着把它聊透。 一次不行聊十字, 十字不行聊一百字。 总归是能聊透的。 聊透之后可能对于你自己, 就是一种建立友谊, 建立关系的一个训练, 一个练习。 跟熟悉的人之间建立关系, 和跟陌生人之间建立关系, 要容易的很多。 尤其是已经是你的朋友了。 所以尝试把那瞬间想要抛梗, 想要去提问的那种状态, 也可以用到自己的人际关系里边, 去尝试一下。 尝试着把这些问题抛出来, 抛给朋友。 好吗? 这个是我给你的三点, 不用给自己扣上一个射孔的标签, 至少这个标签是我在这个层级里边, 可以帮你撕掉的。 你不是射孔, 只是一种青春的探索过程, 每一个人都会如此。 对, 是的, 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 我也很有感触。 就是阿黑说,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不知道应该坚持什么。 就可能我21, 22岁的时候应该也是那样,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给我撑腰, 我的理论支持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只是实践。 是的。 到这个年纪, 就大概知道什么是对的。 是的。 阿黑, 我相信这个也是过程。 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的时间可能会超一点点, 就是我们三个可能代表着不同年龄段的人,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如果说三年一个小跨度, 七年一个大跨度的话, 那可能来说, 我跟维多就是一个小跨度, 我们差个三四岁,四五岁, 那你跟维多可能也是差个三五岁那样子, 你也可以参照这个标准, 我们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到了二十八九岁到三十岁才确定自己, 我这后半生, 或者是我这近五年我要做的事业是怎么样的。 很正常, 这很正常。 维多此刻, 此阶段他也是在探索的过程, 他也是在探索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 坚定的要成为什么那样的人, 自己这个事业要怎么发展。 对。 就包括前段时间看维多, 他不是还在说自己要探索自己这个平台的定位。 对。 你想, 这个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所以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可能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 就是一个小跨越。 从二十二岁到了二十八九岁, 还是一个大跨越。 就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人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需要找到你自己的手里边去探索。 嗯。 最重要的是实践出真知。 去实践, 小小的实践都是可以的。 嗯。 如果是现在, 嗯, 还没有结束。 就是, 虽然这一通电话呢, 我们是以一种, 嗯, 非典型性的咨询。 因为典型的咨询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啊。 就是非典型性的咨询可以现在到这个告语段落。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方法, 就只是一个小方法。 如果之后遇到自己很迷茫的时候,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先让自己静下来。 呃, 躺在床上也好, 睡觉也好, 冥想也好, 或者是走在一棵大树下静静的也好。 你只需要先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脑袋里边出现的第一个想法, 我要去干嘛。 只需要出现一个想法, 我要去干嘛, 就马上去做就好。 就像, 你如果是你做不到, 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 哦, 我今天要做一件事, 我要干嘛。 或者是, 如果我要探索, 我要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今天要做一件事, 我要干嘛。 向自己发问。 挂完电话之后, 你想, 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马上要跟我情绪不好的朋友, say hi, 再向他表达一下关心。 你最近在干嘛, 我有点想你了, 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是, 我打完电话之后, 我要去喝口水。 我打完电话之后, 我要去做个瑜伽, 都可以。 要时不时的, 可以时不时的去问一下自己, 我接下来要干一件事情, 我要干嘛。 那这个呢, 嗯, 这个方式, 嗯, 这个方式是可以让你尝试着去抽离自己, 要辅助行动的一个过程。 嗯。 阿黑脑袋里会有, 会有答案吗? 就是小雅问完以后, 你在想什么? 嗯, 就等会儿要去干什么什么。 嗯, 对, 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是。 嗯, 等会儿结束以后, 和你们聊天, 然后, 就, 向你们表达感谢, 然后, 然后, 然后去找我, 可以。 找我朋友说几句话吧, 就是和他聊天, 嗯, 是。 嗯, 非常好, 这个已经是一个, move on的过程了, 你已经在往前进的方向了, 你感受到了吗? 嗯, 如果你可以, 嗯, 被帮助的时候说声谢谢, 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说一声, 你好, 我能帮助你什么吗? 这个过程已经是搭建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基石了。 嗯, 嗯,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好。 嗯, 对。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跟小伙伴去聊一下他今天在干嘛, 或者是你今天干了什么, 然后明天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今天如果要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做什么。 嗯, 如果我想睡觉, 那我就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40分钟的午休时间。 嗯, 好, 试一下, 可以。 嗯, 好的, 那阿黑我们请你来。 那我这边就结束啦。 OK, 嗯, 阿黑你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或者想跟你自己说的, 以后十年以后你来听这个录音。 是。 嗯, 嗯, 首先就是很谢谢维多,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很, 就是很伤心, 或者是说陷入那种情绪的时候, 我应该说, 嗯, 我之前最开始关注你, 是因为你的瑜伽视频, 就是睡前的那个瑜伽。 嗯, 然后, 我是睡前做那个瑜伽, 然后后面前段时间就是, 无意间刷到你的, 就是吸引力, 还有那个生命重建。 然后呢, 我看了那些视频就是, 感觉自己有, 就是可能感觉就是, 你感觉你掉了, 掉进坑里面, 然后有人拉了你一把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就很谢谢维多。 嗯, 然后后面呢, 就是在前几天, 就是你们不是发布这个活动的时候吗? 我就正好在看你和小雅老师的, 嗯, 这个电台。 对, 然后就, 对, 就很开心, 就是有机会和你们通话。 然后, 也很谢谢小雅老师刚才的建议。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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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我能, 我以后能, 就像小雅老师说的, 慢慢探索, 然后更坚定自己。 然后就是这样, 就希望以后能健康。 就, 然后, 就, 也, 就是没有那么, 每天那么多, 就是烦恼就可以了。 对, 会的。 你探索的方式可以分享吗? 你探索的方式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未来这个视频的下边, 或者这个音频的下边吗? 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嗯, 可以。 小雅想要关注你的未来。 到时候, 我还是蛮期待的。 我也是。 就是这个视频放出来可以是一个活的, 下面就会有阿黑的那个。 嗯, 嗯, 然后我就, 我要说就想, 这几天从灯火开始, 我就, 嗯, 我就像小雅老师说, 那个就是做自己一个想法想做的事情。 嗯, 太棒。 然后我如果去做那些事情, 我应该就不会去想其他, 就是有事情做, 就不会花更多时间去想一些, 就是那种小事情上面, 就是陷入自己的想法里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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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超级棒, 感觉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 OK, 嗯, 那今天这一期就谢谢小雅, 再一次做我们的电台嘉宾。 谢谢维多。 然后也谢谢阿黑。 谢谢维多, 谢谢维多。 嗯, 对, 谢谢维多和小老师。 就是阿黑他今天就是一点一点在打开自己, 越来越放得开了。 嗯, 这个是看得到的一个半小时里面, 你就在和我们愿意, 就是在我眼里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参加这一期节目。 嗯, 嗯, 是的, 谢谢维多。 嗯, 对, 然后既然你知道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实宇宙一直会帮你, 比如说今天派了我和小雅, 明天可能就派另外一本书, 或者别的一个什么人, 嗯, 他一定会帮你的。 嗯, OK, 那现在, 嗯, 大家就祝你们晚上愉快。 Happy ending。 嗯, 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 维多已经肚子了。 没有, 我要去尿尿。 哈哈, 哈哈,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就happy ending。 OK, 拜拜, 拜拜阿黑, 拜拜小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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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